衛生署今日公布本案新增11宗確診個案 當中包括警方刑事部一名38歲男督察 和她41歲的太太還有2個女兒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 隔壁男警曾在3月12日接種科興疫苗第一劑 並在3月14日接受檢測 呈釀性沒有病徵 由於他們曾在3月7日一起去過確診者的家 他相信4人的感染源頭是來自這個家庭聚會 該名38歲的男督察居住在韓文田督察級警察宿舍私座 宿舍昨日已經納入強檢名單 張竹君強調 男警不是打完針後才染疫 他是在接種疫苗後兩天才確診 很可能是打針前已染疫 與打針有效無效完全無關 他說暫時沒有個案是接種兩劑疫苗後染疫 但隨著接種疫苗的人數增多 可能會出現相關情況 因為疫苗始終不是百分百有效 一定要停止 Butter 海友 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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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